三国演艺众谁说话最给力 答案五花八门 有推举诸葛亮的 舌战国群儒 骂死了王朗 还有推荐你横的 那话太狠 把曹操和其手下主要人物 都损得直翻白眼 当然还有推荐曹操的 因为谁都知道 整个三国之中 就属曹操爱点评人 刘备 孙权 关于几乎所有重要人物 他都点评了一个遍 但笔者最近稀看三国演艺 却突然发现 其实说话最给力的 应该是吕布 所谓一律二照三点为 四关五马六张 非吕布长久以来 一直以武功称雄三国演艺 但实则吕布在三国演艺中 还有两个第一 一 第一位出身卑微的三国大佬袁绍 袁树之所以能在三国初期呼风唤雨 是借助了四十三公的身份和影响力 曹操之所以能随后崛起 曹氏家族的背景是第一公 那么吕布呢 严格意义上来言 吕布出身很卑微 是靠自我奋斗而成长而起的 也就是认干爹 先是丁远 后是董卓 虽这种行为被张飞怒骂为三性加奴 但问题是 若吕布没有真本事 他想认干爹就能认成骂 如张飞和关羽 他俩要是不打架 怎么可能被刘备发掘这两人不一般 因而下定决心要结交 这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刘备和吕布 这三国两大草根的起家资本便是 刘备靠哥们 吕布靠干爹 只不过刘备还有顶皇叔的帽子可以利用 但哪料却坑了另一位皇叔刘章 占了人家西川 这才得意顶足三国 吕布却是为了赤兔马和美女貂蝉 直接杀掉了丁元和董卓 这才成一方诸侯 使得名声臭遍三国 刘备诛心 吕布诛身 因此说 刘备是躲在仁义大戏后面干死活 吕布扛着忘恩负义的旗帜 四处重杀 这就决定了 刘备说话是三句不离人意 吕布却句句直说痛点 这便有了吕布的第一句 道破三国真相的话 那是在王云巧事连环记 用貂蝉把吕布折腾的五迷三道后 两人开始密谋如何杀董卓 王云表示 如你吕布这么牛逼的人物 凭啥被董卓驱使 他算老几啊 吕布则连忙说 其实我早就不想跟董卓混了 但那是父子之情 恐惹后人议论 王云对此鄙视一场 啥父子啊 别忘了你姓 他姓董 吕布恍然大悟道 大丈夫声据天地间 岂能寓意久居人下 这句明显脱胎于陈胜的名言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因此看着寻常 听日一般 但却一语道出三国真相 三国之所以乱 就是因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 堪称是点评三国朱雄的最佳评语 且无论刘备的满口人意 曹操的离经叛道 还是诸葛亮动不动就喊匡复汉事 显然都没有摆脱吕布这句话的框架 那么为何只有吕布敢喊出这句道破三国真相的话 就是因吕布出身卑微 直接把奋斗定义为了自我奋斗层面上 而没如另一位草跟刘备那样 用天下百姓等进行包装 二 第一位差点把曹操噎死的大佬曹操这一辈子 除了差点被袁绍打爆外 还曾险些被吕布给取代 那时曹操涂徐州时 吕布在成功辅佐下 夺了他的根基眼周 曹操只得放弃攻击徐州而回旧 双方便展开了一次大战 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嘴炮 曹操指着吕布鼻子问道 无欲辱自来无仇 何德夺武周郡 哪料吕布却大笑 用第二句话 点破了三国真相 汉家诚实 诸人有份 偏而合的 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灵活运用 也可视为是天下 是天下人的天下 虽看着寻常 听日一般 没啥技巧称奇 结果却差点没噎死曹操 因为他没法反驳了 所谓面对真相 再多的技巧也白搭 你横也好 陈林也罢 能骂得曹操无可奈何 但却属于个人攻击 故而被视为喷子或儒生之剑 可吕布这句匹夫之言 却正宗曹操死穴 因为他些天字已令诸侯 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名义上是为汉室收拾天下 实则却都爬了到自己家去了 对此 曹操 刘备 孙权 哪怕是诸葛亮 其实都心知肚明 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不肯说透罢了 结果却被吕布用一句话就给倒破 啥叫三国 用吕布的这两句话表达 一是 社会秩序崩坏 谁也不拘于人下 于是大丈夫遍地走 二是 各展其能 全力争夺汉室天下 结果最终来了个三分罢了 因此才说 吕布凭借这两句说破三国真相的话 成为三国演义中 说话最给力的大佬 请不吝点赞台 请不吝点赞台 请不吝点赞台